韓國男團 Big Band 最近紀念出道10周年 正在策劃新的綜藝節目 沒有想到正在伏兵役的 Top 已意外亮相了 原來是有一個女團 Daya 她們在警局公演的時候 特別現場要抽粉絲來送CD 沒有想到抽到了 Top 男的女團 Daya 為了新專輯 奏續宣傳 就連5月1號勞動節也不得閒 造訪江南警察局來舉辦特別公演 慰勞新鋪的原警們 沒想到在發送簽名CD的環節裡 選中的幸運兒竟然是她 這名戴著口罩 帽子上台領獎 仔細看原來她就是B-BAN的成員 正在服替代役的Top 所有女團成員看到竟然是大前輩上台 驚訝得全都90度鞠躬 而Top也相當有禮貌的回敬 更親切接下CD還一起合照 這粉絲也太大咖了吧 比克班人家 雖然Top正在當兵 不過B-BAN就怕粉絲太想念 更公開5個人親自策劃拍攝的綜藝節目 這個綜藝節目由勝利擔任隊長 五名成員全體出動要來一趟露營之旅 全部的人都興奮得像個大男孩 讓粉絲們看到B-BAN在舞台之外的可愛日常 TVB的新聞 徐昆山林只會綜合報導 這發展甜蜜蜜的戀情 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金城武的感情生活 他一直都很低 他一直都很低